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江苏江陵汤山芳山国家地质博物馆 据说这个博物馆是建在以前园人的洞穴上面 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园人的洞穴 现在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大门的建筑还是蛮气派的 现在我到了这个大门这里了 这个大门真的蛮气派的 我现在要进去看一看 我现在要进去看一看 就像一必要处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刚我们参观的是六亿年前生物演化部分 现在我们要到地面去参观百万年前环境变迁的这一部分 在我身后这里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个是史前的包子放大模型 现在我们是到了三楼 我们要去参观人类密码这一块 直立人行走这一块 我们去看一下吧 这是一颗埃瑟俄比亚距今三百二十万年前的一个头颅 从侧面看更像大猩猩的头颅 南京直立人头骨 南京距今约六百万年前 这个头颅似乎修不顾了 北京人头颅 二号南京直立人头颅 距今约二十四万年前 能人来自肯尼亚距今约一百九十万年前 这颗头颅只剩下最后一片残片的 这里头颅似乎都修不过 这就是复原以后的北京人 这是以前大猩猩的骨骼 只是他的手快拖到脚爪了 匠人头颅距今一百七十五万年前 鲁道夫人头颅距今约一百六十万年前 肯尼亚 海德堡人头颅距今约六十万年前 这面墙全是头颅呢 这些真是叫表情各异啊 远远的看又是骷髅 这种骷髅有大有小啊 看我们的祖先就像这样 刚刚的人类密码我们已经参观完了 现在我们要去参观的是 闻名之机 我们现在出来了 但是这里好像有一条路通到这个馆的楼顶上面 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里好像是锁起来了 那个人从那里翻过来了 我这里有个导师牌提示叫圆人洞 但是这里有个牌子写着游客纸布 我们还是不往里面走吧 万一真的遇到圆人了怎么办 这个馆是在伊山建 一条小路绕到后面 在这里工作也蛮好的 鸟鱼画香的 现在里面我们已经参观完了 整体来说如果带小朋友过来参观的话 能够长不少知识的 今天就到这里了 拜拜